我會盡量讓你們吃到點心的 我現在要介紹的是Auto Choose Connect with QR Code 就是用QR Code來選擇自動連線 Live Demo真的要有勇氣 所以等一下再等等 我是SignArt 事情是這樣子的 那邊有經驗就是 有人要跟你拿上次的照片的話 那時候沒有電腦 然後傑哥就說好讓我看一看 他就表示他要拿了 那時候你手機可能有很多可以找到傳檔案 或是照片音樂的App 去年是五倍 今年會有幾倍呢 那那些App可能在有Wi-Fi環境下就可以使用了 有些是Bluetooth 那你會問說你的IP 你的Pol是多少 通常不會用的人就會問 那是什麼可以吃嗎 最後你就教他以後 他會跟你講說 IP是什麼 然後Port是什麼 那有人會問說 你是不會用通訊軟體 有Line啊 Qubi嗎 對不對 但是你不知道那個Line啊 Qubi 其實你傳照片的時候 它是有壓縮過的 所以如果你要傳原畫質是不可以這樣做的 而且 而且呢 如果你要傳一些檔案的話 它是不給傳的 GG 為什麼搞得這麼麻煩 那Bluetooth不是很方便嗎 那你一開始的時候 然後對方會問說 你的BT name是什麼 你告訴他說 Hi 是Ccom 然後他找了半天 沒有啊 搜尋了半天 然後這時候就說 不對應該是 我等一下要去搶點心的 然後說 Sorry 啊 忘記開可見了 那就是說你是怒氣 對不對 不是還可以用傳輸線嗎 那是我剛剛講過的 像 你在戶外的時候 你是沒有電腦的 所以你用傳輸線 麻煩死了 還要找電腦 那考慮Wi-Fi Director NFC 或是乾脆說 不要現在傳也好了 然後這時候評委很生氣的說 你剛不是要傳嗎 現在又不傳了 這個網巴蛋先折掉 那我就想出一個idea 就是這個 那其實呢 這個是我專題的一部分 那我把它拿出來 特別講一下 那這是我專題的畫面 左邊是Java專頁 右邊是我手機 就是我現在在用的 那它是用QR Code來掃描配對 那我現在呢 就是用我的專題 那我現在這個操控PPT 是它其中一個部分而已 它最大的功能呢 就是你可以直接在影片上面直接繪圖 那我現在播一下 看不出來有動喔 這糟糕 算了 一點都不成功 那QR Code能做什麼 我簡單介紹一下 它呢 能自動化文字傳輸 位置電話號碼 形式立等 這些大家都知道嘛 那第二個呢 數位內容的下載 輕易連線到 有些會提供下載的位置 然後你只要掃的話就可以直接去載 就是網址的應用 那還有身份間別與商務交易 應用於購買票券啊 販賣機 兩段式驗證 就是Google兩段式驗證 也是用QR Code的 那還有YouTube TV的Pair 就是DLNA的部分 還有今天的報導也是用QR Code的 那它的目的呢就是 把複雜的東西簡單化 那當然 我們也可以把它反過來 這是元素表 我們可以把全部變成QR Code的 但是應該背不起來吧 那用QR Code連線已經有人應用了嘛 對不對 對不對 對 沒錯 那自動選擇好像沒有耶 那我這個設計呢 不只選擇還幫你連線 那其實並不難 並不難 以傳送文字來說 那你只需要 一個產生QR Code的API 跟一個讀取的API 緊接著建立TCP socket 還有BT socket 然後去判斷你目前的連線方式 就是 講一下好了 那前面這個是 我會傳進來的兩個嘛 然後一個 如果你感應到 它傳進來的是BT的位置 就是藍牙 然後如果是Wi-Fi的位置的話 就是Wi-Fi 那如果你兩個都沒有的話 問你是 要不要開 那接著就會產生QR Code 那對方一掃呢 就會得到這兩個結果 那上面的結果就是 就是如果你是開Bluetooth的話 它會顯示它的位置 然後前面會有一個特徵值 那下面是Wi-Fi 當然呢要用一樣的AP OK 然後呢 我們這邊呢 再去確認對方的連線方式 那讀進來以後 就是剛剛 特徵值的地方 那個 括號BT 括號Wi-Fi 那裡 這是個簡單的應用 然後進來以後去判斷 再去執行Socket 再完成連線 去傳資料吧 對不對 那有人會問 我手機想跟電腦連線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因為我專題就是 這樣子 好 這次選擇連線 那自動連線呢 OK 我們分成兩個部分來介紹 QR Code的部分做了些什麼 這是Server跟可愛的Socket 那我QR部分的部分呢 QR Code的部分就是 把讀進來的資料放到那個 Now My IP的部分 所以呢 你不用自己輸入IP 也不用輸入Port 那BT的部分呢 就是放在那個 Adapter後面 搜尋藍牙裝置的那個 原本 你配對藍牙的時候 要先找到 然後 找到以後 按下去對不對 然後要確認 確認再輸入配對嗎 現在都不用了 直接掃描QR Code 直接連線 我等一下可以示範 所以我剛剛講過 所以不用搜尋裝置 也不必知道 裝置的ID 然後也不用勾可見 接著就盡情的發揮囉 你可以傳檔傳圖 坐標語音 什麼都可以 雖然只是個連結界面 但這個ID還不賴吧 我們來Demo一下 Demo一下 好 我們現在看看這個 QR Code 對不對 然後用我手機 去掃描它 OK 它可以找狗了 好可以畫圖 那有什麼問題嗎 還有30秒 大家快想問題 有嗎 還是你們比較想點心 好吧 如果你們真的很想點心的話 就是這兩邊還有樓上的 那個交易廳都有點心 然後大家上吧